一山傍水的彰化 除了南北各有浊水溪及乌溪围绕 更紧一微就有八卦山脉 而山下的人们每天正努力的编织它与彰化的故事 欢迎收看瓜山下的风华 我是林皓 在你彰化呢 我们有一间这个生产巧拼地垫的这个工厂 那他们在新的一代年轻一辈接棒之后呢 他们的产品有完全不一样的呈现 让我们欢迎在彰化的PatoPato的负责人陈廷汉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Pato的廷汉 廷汉我听说你过去是在大学从事研究员的工作 那怎么会想说要来回来接家里的工厂 是因为刚刚主持人有跟我介绍 就是说我们家是做巧拼地垫的吧 是 那当时候其实在拍卖 就期末拍卖很盛行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家里的产品 那透过简单的拍照 就可以放到期末拍卖去做贩售 是是是对 那当时候贩售下来的一两年 下来发现他的这个营业额还不错 对那再加上就是说就是长辈那时候已经有想要退休的念头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思考到说 我是不是可以就是跟我就是设计师的妹妹 因为他本身他是学设计的 那跟他讨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回来做这一块这样子 了解所以刚好是兄妹这样联手刚好各自的专长 你可能是专长在网路上他可能是设计 然后就一起回来想说把家里的公司继续延续下去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在 秦国拍卖做的也是有点心得那所以就会觉得就是说 因为在网路销售这一块其实蛮重视图片的 对那刚好就是说妹妹在设计这一块蛮有想法 所以就跟他一起就是讨论说是不是可以回来一起从事做这一块这样子 据我所知你们过去大概是在生产提供给不管是跆拳道馆 或者是舞蹈教是这些比较大量平面要做保护学生的这个动作的这个 巧屏地点那相对大量他们注重的一些细节就比较不一样 那怎么会想说要来成立这样子的品牌呢 是因为当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市面上面 销机会他会不定时的会去检测一些在市面上贩售的巧屏地点 是那那时候会发现就是说其实是有很多它是比如说 数换机超标或者说甲西安超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去延伸出个想法就是想说 那我们为什么不要就是说做一个品牌 让消费者他在选择的时候 因为其实巧拼你从外观上面看起来都差不多 对都差不多 对那那到底谁哪一家的产品是值得信赖的 其实就会需要透过一个品牌去做包装 比如说可能消费者在他在网路上选购的时候 他可能他找到了我们家帕头帕头 那他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销售页面 或者说他可能实际到这个实体通路 去看到我们家的包装 那我们家的一些检验的一些就是说明 那我们有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检验 那他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商品的信赖度就会更高 对其实我们在很多大卖场都能够看得到 像类似的巧拼地垫的这些商品 那就像你说的我们很多产品都是大同小异 那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很难去分辨说 这个比较好或者是哪一个可能相对来讲 品质上就没有那么的好 所以你们就想要来做个品牌来做一点辨识就对了 对其实最主要的部分是希望就是说来让消费者来辨识出 这个牌子是我们的这个牌子是我们有在做把关的 听说你爸爸最近之前也有想过要做品牌 其实他在很久之前他就有做这个品牌 对但是因为他那时候做的品牌 他就是单纯就是说可能就是一个标语 对那他在这个阶段过程里面呢 其实做的这个品牌呢 后来其实也是没有成功做起来 对所以他也是会担心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品牌的时候 会不会其实到最后是这个就是徒劳无功这样 了解所以可能可能是长辈在过去对于品牌的理解可能 因为品牌对大家对品牌的理解都有一些落差 但是随着实在的演进大家可能会对于品牌这两个字 会有更多的想象 对了解所以你们现在就是用年轻的一辈 然后跟这样子长辈沟通 然后要来做品牌就对了 对啊那其实也是很感谢他们的支持啊 因为其实他们一直到就是说我们从成立品牌到现在 其实都在后面默默的支持我们去做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我们这个品牌好了 那我们这个品牌他应该也会有一个锁定的客群 那我们锁定的是大概在什么样的年龄层范围 因为他会不定时去抽查嘛 那我们就开始去看就是说 到底这个检验的这个法规这么样的演 到底他可以针对的对象 那又再加上就是说 那时候的情文坏其实蛮多就是 因为情文坏那时候有问与答嘛 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就是消费者他会问 那我们常常会遇到消费者会问说 我们家的宝宝他可以用吗 他可以用这样子的地点吗 或者他会说我们家的宝宝他就是 就是如果不小心吃到或咬到 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对那就促使我会开始去思考到就是说 我今天我如果我们要做品牌 我们是不是可以专心就去做这个母婴的地点品牌 对这个是其实是透过这个奇谋拍卖的 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经历 那促使我会去思考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可以做婴幼儿的品牌 因为其实做婴幼儿的品牌代表的就是说 我的检验标准一定是要最严苛 没错 对就是说相关性的一些检验报告 你都必须都是要去符合相关的鬼板 对其实因为现在可能少子化的关系 大家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小孩的安全 什么把关都是最高标准 所以我们提供给大家的产品也是要最安全的 对那我想要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 因为最之前可能前几年大家有提出一些疑问说 这个塑化剂中毒的这件事情 那像这种地点在塑化剂真的很容易超标吗 其实说以这个巧拼地点来讲 因为它的材质上面的关系 它是用EVA的素质去做发泡 那塑化剂的部分它其实是要让那个就是说 PVC的这个材质去软化 对那我们家的这个EVA的这样子一个素质 它是不需要添加塑化剂 所以呢就不会有所谓的塑化剂操标 因为根本就没有添加 对对对了了解 所以相对上就是比较安全就对了 相对性上面来讲 材质上面就会比较安全 好我们讲了好一阵子这个PATO PATO 相信很多观众都很有疑问啦 想说这个PATO PATO到底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当时候我们在就是说 在开始享受我们品牌的名字的时候 然后我们其实蛮想要就是说 找一个就是说一个代表物 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代表物是可以代表 就是说孩子一个纯真的一个笑容 是 那我们就开始去找 那我们会发现就是鸭子是蛮适合的 那我们后来我们去查到就是说 欸葡萄牙文的这个PATO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鸭子的意思 是 对那我们会想要取就是说PATO PATO呢 其实就是代表就是说 这个就是鸭子就是代表孩子一个 一个纯真的一个笑容 那我们想要让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就是 可以让孩子用的安心 那用的安全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名称 来去做一个定位 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定位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会去做各项的一些 比如像SGS啊 或者刚刚提到的说欧盟的EN71啊 甚至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验这样子 了解我听到你讲鸭子我就很有画面 因为很多小朋友在洗澡的时候一定都会有小鸭玩具 对对对对对小鸭 了解所以其实看到小鸭小朋友都会相对上比较开心的感觉 对所以这也是你们的出发点 就是让小朋友用的都是安心的 然后都能够开心的在你的产品当中 能够健康的成长 那刚刚讲完的品牌 我们来讲你的产品好了 我很好奇就是 现在其实在我们的现场 大部分都是你们的产品嘛 其实我感受到的就是感觉很舒服 然后也很安全的感觉 那我想要请教廷漢的就是说 你们在设计每个产品的一开始 我们都会用什么样的出发点来做发想 因为呢我们在设计产品之前 我也是会去观察到说 市售的产品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那那时候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市面上的地链大部分都是 比较传统的正色 对所谓的传统正色就是 红黄蓝绿大概就是我们想得到的那个正的颜色 那比较没有就是说比较偏柔和的其他的颜色 那因为其实我们的就是设计我们品牌 就是说我们有设计的人才 那我们就会想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这个产线那边工厂那边就是说 再去讨论到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这个眼睛去做判断的比例这样的去做调色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 这个调色是比较有点难度 是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的 但是因为我们认为就是说 其实以现在的一个时代的分威来讲 大家都比较普遍喜欢比较柔和的色系 对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不断的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发 或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去把这样子的一个色系去把它给定位起来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大家这种喜欢的颜色 其实随着时代都有在改变 那主流的颜色目前来讲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像 莫兰迪这个类似的色嘛对不对 所以其实从我们今天在的这个地点上面都能够察觉到 大概这个颜色会是比较柔和 然后也比较符合现在可能大家在家里的装潢这样子 对没错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在这个可能在五年前的这个 包括妈妈他们为了孩子的安全 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去就市场上有的颜色 就是说他可能他就是他不会挑颜色 他只要就是说我可以保护到我的小孩就好 因为卖场就是卖这些颜色 对大家可能就卖比如说卖绿色卖蓝色或卖黄色 对黄色就是那种比较正色的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就是说 既然我们想要做这个婴幼儿的市场 那我们其实也要更贴近爸爸妈妈的心理 就是说他们可能他们为了育儿 那他们不需要就是说去妥协 对一样是有很好的一个质感的产品这样子 可以就做选择 更融合更融入在自己家里的摆设这样子 没错没错 听说你们在可能创业的这几年 刚好你跟太太的小孩也出生了 你们跟大家谈谈这个部分 对 因为然后因为从创业之后呢 那我们开始就是有了小孩之后 我们开始会再去思考到说 我们的孩子就是或者是说 大家在育儿的这段期间里面 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如果说之前就手势 就是趴头趴头的这个朋友 就会知道说我们除了做地链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出一系列的清洁液 那这个清洁液呢 其实是在我们的我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到说 好像很多爸爸妈妈就会开始去担心 所谓的比如说洗奶瓶的清洁液啊 或者是说洗宝宝衣服的洗衣精啊 那甚至说当宝宝的那个便便 如果不小心沾到衣服啊 那这一类的产品 那我们会开始去思考到说 那我想要去开发这个天然的植物萃取 那再添加酵素的部分 那是可以就是说 安心在使用在这个宝宝身上 或衣服上面 或者是说清洁它的口腔玩具 奶瓶的这样子的一个清洁液的产品出来 其实变成是说刚好你们家的小孩出生了 是 你刚好也是站在爸爸妈妈的角度 刚好你又是一个生产者 你更能够了解说 现在爸爸妈妈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他们需要的可能会是什么 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出发点去做发想 来产生出你们这些的产品 没错因为我会认为就是说 我今天我所需要的一定也会是 就是说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需要的 那我们就想要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痛点 这样子 刚好就是有家里这样的资源 那来帮各位广大的爸爸妈妈 来解决相同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现场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你们的产品 那很多产品我觉得它不然是颜色 或者是设计 它都有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跟外面我们一般在大卖场看到的不太一样 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些产品到底你们投入了多少的心力跟努力 是 我们一开始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我们会去观察到就是说 其实蛮多的地点呢 它在厚度上面 很多就是最厚大概就是做到厚度两个分 好像是差不多 那其实很多就是消费者 很多爸爸妈妈 他会希望就是说 巧蜜店是不是能够再做更厚一点 那我们观察到其实市面上 好像还没有地点是做到超过两公分厚 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可以就是做到厚度三公分厚 对 那像我今天有带那个 sample 来 就是说这个跟这个 这个是两公分厚度的 那这个是三公分厚度的 那其实在视觉上的差异来讲 两公分跟三公分 虽然说差一公分 其实它的那个保护性来讲 其实就差很多 一定一定的 对 其实我们之前也应该也会常用 各个家庭应该都很常用 像我之前大学 在宿舍里面也会铺巧蜜 那其实用到后来会发现说 这个巧蜜会越用越薄 越用越薄之后 好像就感觉没有 所以你们就做这个比较大的 比较厚 对 因为我们就是说 除了会做到这么厚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 就是 爸爸妈妈妈他可能 在孩子在四个月大的时候 他会开始在床上翻 那很常会不小心 就是说他在床上翻的时候 会不小心会从床边跌落 对 那我们后来我们开发了 这厚度三公分的地垫之后呢 我们自己有去做那个鸡蛋跌落测试 自己去从鸡蛋跳下去 对 那在丢这个三公分厚度这个地垫的时候 他其实鸡蛋是不会破的 所以 也可以就是说 当孩子们他如果真的不小心 从这个床边跌落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很好很好的一个防护效果 了解 那这是不是相对上 他对于可能楼上楼下住户 住公寓的 隔音 隔音也会比较好 隔音也会比较好 所以这其实好处蛮多的座后 那座后有没有一些对于生长来讲 有比较困难的地方 其实没有困难的地方 就只是要不要做而已 只是看要不要做 刚好你们有想到这件事情 对但刚好就是说我们发现 就是说很多爸爸妈妈的痛点 那这样子的一个痛点 驱使我们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厚度 那的确也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厚度之后 这个也成为我们目前非常热卖的一款产品 对 好那讲完这个地垫的厚度 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围难好了 你们除了地垫之外 还有生产围栏的部分 是 那这个方块游热围栏呢 这个产品其实也是 那时候有了小孩之后呢 是我们 呃因为我们不想要把小孩关在那个 塑胶的柵栏里面 对 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思考到说 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是 可以让孩子或者宝宝可以安心的在这里面 对 那所以我们就去想到就是 诶我们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来让这个爸爸或妈妈是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去 陪伴着小孩 不管说在小孩在里面小睡 那或者说他在里面玩 那甚至说可能他到他可能七八个月 他在开始会扶站的时候呢 他可以扶在这上面开始去学走路 那站在这一个围栏的旁边 扶在围栏的旁边 看着外面的世界 对那因为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呢 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 除了宝宝在里面是安全之外呢 那爸爸妈妈他在做陪伴的时候 他也可以在里面陪着小孩一起玩这样 变成爸爸跟妈妈的距离 不会是在塑胶围栏或木头围栏的外面 而是他是一个共融的一个环境 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不会像就是说 刚刚主持人讲的说 他是站在外面看着小孩玩 那你是可以在里面 或者说你可以坐在这个围栏上面 是 对那都可以就是说很近距离 或者是说可以直接跟孩子们一起玩这样子 其实刚刚讲完了这个地点也好 或者是这个围栏 其实在上面都看得到不管是在配色上 在功能性上面 你们都花了很多的心思 那也不难看得出 你们其实对设计感是非常重视的 对我们其实在设计上面 其实是非常的讲究 像我们每年都会不定期的 会去换低电的颜色 那甚至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观察到就是说市面上 其实蛮多的爸爸妈妈 他们可能在孩子们出生之后 那他会帮孩子去做一些记录 对那所以我们也有就是做一个 月龄的一个记录的游戏地点 是这样子来去做 那同时呢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可能 他们在记录的过程当中 他会是需要 就是说用月份来去做记录 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里面呢 特别又在附赠的数字跟月份 来让爸爸妈妈呢 在这个宝宝房里面呢 可以增加一些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布置 那甚至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 了解 所以他的形状也是这样方方正正的吗 不是耶 像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我们就会设计成是一个 弹造型的 弹 对 其实弹呢就是有一点像是 意味着就是说 因为宝宝出生嘛 他也像是破弹而出 对那我们就会 把这样子的一个地殿呢 设计成像 但一样的造型 对 我有点惊奇 就是说 已经跳脱了 不是传统我们认知的正方形的 这种地殿的形状 是 就是为了更多的设计感就对了 对 我们等于就是说 我们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下面呢 我们就是去做尝试 这其实也是我们想要去做不同的改变的 嗯 算是蛮大的突破 是是是 好 其实每个来宾在来这边 我都会问他们 有关于未来的期许跟规划的这个问题 那想要请教帕头帕头未来的期许跟规划 是 是 因为我们其实不断的在做调整 从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讲说我们从期末拍卖这边 会观察到就是很多爸爸妈妈的育额的需求 是 所以我们就从育额需求的出发点 开始先从比如说地墊的厚度 嗯 那以及地墊的颜色 对 那我们的确也是会观察到说 其实很多的消费者 他们其实在不同的一个阶段 那甚至就是说 因为像我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那我一个大的现在一个五岁 那现在另外那个小的现在一岁半 所以他们其实他们面临到的这个的需求 就会不太一致 是 对 那比如像我们大儿子 他五岁了他可能还会需要的 可能又会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就是说 其实每个年龄层阶段 他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们也会针对我们这个EVA的这个材质 去延伸出不一样的产品 对 比如说像我上面这里的一个 所谓我们叫做自育玩具 对 那这个自育玩具呢 其实我们的主要的材质呢 一样是用这个EVA的这样的一个材质 那这材质呢 他是可以拿来当作所谓的一个静音玩具 那甚至就是说 可以拿去就是说浴室去当洗澡玩具 因为呢他的这个材质 他本身就是完全防水 对 所以呢很适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玩法这样子 对那我们比如说像这个我们就会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火车 去做这样子的 可以做这样子的平间 对这样子的一个连结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也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了孩子 那也会去开始去思考到说每一个阶段的孩子 那他可能他会面临到的需求性上面可能会是什么 那我们就会从这当中去做思考 那从这当中会去做发想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或方向 那是可以从我们这个那么安全的一个材质 就是说EVA素质 发泡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里面去做延伸 就是让地电他变得不只是地电 对他变成可能生活成一个教具玩具 对然后陪伴大家一起成长的一些东西就是 其实我们从品牌就是创立一直到现在 我们其实也都会不断的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思维上面的一些尝试 那当然呢就是说我们也会根据现在的巴马妈的需求 比如说像去年以前以地电来讲呢 大家可能喜欢的就会是所谓的一个马卡龙色系的一个颜色 而且是很喜欢 就是说大家几乎就是很喜欢就会说 我就是要买这个马卡龙色系的颜色 那我们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观察到说其实很多巴马妈 他们开始喜欢的颜色就变了 那因为很多巴马妈他们也知道就是说 我们家是很勇于就是说去做尝试 也很勇于做突破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询问就是说 你们有没有出什么样什么样的颜色这样 变成加费者也会希望说我们有出这样类似色系的一些产品 对对对那我们后来就会发现说 其实后来发现很多巴马妈他们喜欢的是莫兰迪色系的颜色 那的确这个也是今年开始很流行的 所以我们就在比如说地垫的这个颜色设计上面呢 我们就会开始去做这个这个色系的一个搭配 对那其实做色系的搭配 它其实它还必须要同时要兼顾着就是说 这个搭配上面是不突破的 对因为我们的地垫 尤其我们60公分系列的地垫 我们都是做双面双色 对那双色翻过来就是另外一个颜色 翻过来就是另外一个颜色 对那去做这样这个搭配 对那我们也是不断的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里面 那除了就是说一开始讲的说 我的地垫的材质在警验的部分一定要安全之外 就是说这个是一定要的 那剩下的部分呢设计的部分设计感的部分 甚至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教具的开发 就是不断的这个push我们自己往前的一个动力这样 其实变成是说因为大家喜欢的东西 流行这东西是会一年一年再改变 那我们在设计阶段呢 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去观察整个市场的改变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依据不同的年龄层 我们有给予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让孩子能够在成长过程当中都能受到完整的刺激 对或者是说 让他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可以就是说 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成长 那同时呢就是说 因为我们其实品牌的宗旨啊 其实也是就是要让孩子们可以在这成长的过程阶段里面 他是可以开心探索 然后甚至快乐学习 那爸爸妈妈呢为孩子们准备了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产品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孩子们的成长阶段里面就是给他一个很棒的一个利益 相信你们在整个开发的整个流程一定投入非常多的心血跟心力去里面 让大家都能够能够在产品上面用的安心用的安全也能够快乐的成长 是 我觉得今天很谢谢婷汉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有关于Pollopatto的故事 那各位观众朋友呢如果也有兴趣的话 欢迎到他们的脸书 或者是他们有官方网站 Pollopatto都能够找到他们的产品 那也能够跟他们来做联系 做进一步的沟通 看有没有什么适合的东西 那今天的过程下的风华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们下次再见